既然我們這麼多人都打過疫苗,有一定的保護作用 就算有感染也不容易傳開 所以老實講,在現階段要升到三級,我是不太贊成 可是在二級的狀態下,我們要是面對一個事實 從過去的經驗,這兩年的經驗,吃飯還是最危險 所以這樣,我們的規定是這樣 這也不是說我們要去強制執行 只是說一個呼籲,請大家配合 看看我們,當然如果疫情還是要擴散,我們還是用強制的手段 第一點就是說,賣場還是要人流管制 賣場裡面人不要太多,原則上就維持2.25平方米 大概一個人 所以不要在賣場裡面塞一大堆人 所以每個賣場自己要稍微控制一下人流 太多人,不要在賣場裡面人擠人一大堆 保持社交距離就是一個策略 當然在裡面還是要大家嚴格戴口罩 餐廳是這樣 打疫苗 沒有保證說你不會感染 但是有完整打疫苗的人 不容易被感染 萬一被感染的話也不太容易傳染別人 所以我們現在是這樣 在還沒有疫苗護照的使用情形下 我們是呼籲 顧客分兩個來討論 第一個是餐廳 餐廳的工作人員 原則上老闆要確定你的員工是 疫苗打滿兩劑超過14天 那如果超過三個月要再打第三劑 所以目前我們台灣定義的所謂綠燈 這個餐廳的老闆 你要確定你的員工是做到這種程度 第一點 第二點 顧客的話你知道 如果你是打滿兩劑超過兩個禮拜 那如果是打滿兩劑超過三個月有打疫苗 我們認為你不太容易感染 就算感染也不太容易傳染別人 所以比較安全的 這種人去餐廳吃飯OK 沒問題 但是如果你不是這種所謂的安全綠燈的 我的建議是這樣 你要買外帶 要買外送 如果你一定要去餐廳吃飯 拜託 那你就去包廂 不要吃到別人的麻煩 你包廂 你有錢你去吃包廂 你不要你又沒有打疫苗 硬是要去餐廳裡面去跟人家分在一起吃 這實在害人害己 所以在現階段我們是這樣 這個叫有條件禁止內用 就是說如果你實在不是安全了 你就拜託你不要來害人了 當然我們剛觀看我們現在台北的感染狀況 如果有一天真的實在是太危險了 我們就會用比較強制的手段去要求 那在現階段還是兩個呼籲 第一 業者要提供安全的服務 所以說你的工作人員要符合 所謂綠燈標準的疫苗 第一點 第二 顧客的話 自己心裡有數 如果你不是綠燈的 請不要去內用 你要去內用 不然你包廂 不要吃到大家的麻煩